中南海虽软硬两手一起干这对习近平是个坏消息,中共在上海举行进口博览会的同时在珠海举行航展,很多国产新武器首度展出。 外界认为,中共是一手持剑一手经商,大斗换坦克。 说明中共在美洲贸易战方面,没有让步迹象,不过由外邻分析师评估中国市场。 认为中国明年的出口贸易订单孔会急剧减少部份中资企业也因此开始裁员,逃离中国而中国十月外汇储备,已较上月减少339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此外。 学者认为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个坏消息,中共想用大斗换坦克11月5日至10日首届进博会在上海举行。 这是2018年中共最后一场主场外交也被认为是应对中美贸易战,但七国集团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无意出席此次进博会。 韩国媒体认为北京遭冷遇,美国等国家首脑的缺席,让此次会议的效果大打折扣。 几乎同时11月6日,2018年,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珠海市开幕,习近平致电驻和航展开幕式,让很多国产飞机和新武器首度亮相。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不过日媒报道指出,有声音指责中共通过窃取或筛占美军技术,用于本国武器开发报道, 指珠海航展上,展示了中共最新款隐身无人机彩虹漆的全尺寸模型。 其外观酷似美,国事院机X47B报道,转述部分欧美媒体的观点说,这是X47B的克隆体,指出中共有可能卸取了相关技术港媒明报的文章指中共一切都讲政治。 晋博会被视为今年最后一场,主场外交北京当局,允许传媒高调报道珠海航展,恐怕并非巧合两者有关系。 晋博会与珠海航展一个进口,一个出口,一手持剑,一手经商。 难怪有大陆网民嘲讽中共进口商品出口军火大豆换坦克龙虾换飞机。 报道说中共出售武器的付款方式,多样前些年向泰国出售装甲车和巡逻舰,传出接受十米和贵源交换的罕见交易。 中国外汇储处连跌三个月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经公布数据指出,中国十月外汇储备,已较上月减少339亿美元至3.05,31万亿美元窗2017年4月来新低同时,也是连续低三个月下降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 皆有分析指出中国十月外汇储备大减,主要和人行动用外汇来稳定人民币汇率有关,而面对美元持续走降与美洲贸易战等影响,未来外汇存底,仍有可能再减少据了解。 中国外债战外汇储备近六成,而过去美国联准汇FED持续升息引发美债值利率上涨,使其市场价格下降。 连带也对中国外汇储备所投资的美债价格造成波动。 这对习近平是坏消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月7日刊文,民主党中期选举得利,无法为中国指贸易战之痛衬。 如果北京焦急观望,美国中期选举的政客吸气民主党得利,或会迫使白宫改变对华策略。 给北京喘息的时间结果,恐怕会让他们失望报道,指出对华政治立场,乃是美国两岛之间难得一见。 取得一致的地方民主党普遍认同,美国应该采取更严厉对华政策,包括方方面面比如军事、贸易、情报和外交手段等赞助商链接。 相比共和党CNN报道援引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家马罗、Nick Mara的观点趁从历史上说,民主党是更加亲近美国工人的党派比共和党更不推崇对进出口贸易的宽松管制。 马罗称民主党不太可能会提倡与中国增进贸易往来报道称,这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坏消息。 美国政府日渐明显的敌意已经让习近平政府招架,无力特朗普总统,在任期最初曾尝试讨好,换取和习近平的友谊。 但川普,友谊习近平无情分析师,中国出口明年恐急速恶化,自由时报报道称。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渣打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丁爽,因一宣定,认为许多中国企业的生产高峰期可能只会持续到年底明年的情况,可能会急剧恶化。 因为中国出口商将面临双重打击,一方面是新订单减少另方,面市既有的订单大幅降低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分析指出,一旦中国出口商手上的订单完成这些工厂会做些什么? 特别是如果美国客户考量额外的关税成本减少甚至停止订单许多中国制携,服饰出口商已将生产线移出中国,以避开贸易战同时裁测中国人力,直接从海外雇用当地廉价劳力。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